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雄观影,我是阿翔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高分美剧《一犯追踪》第一季的第13集 李四的任务已经多到应激不暇的地步 以至于翟总拿到信号码时 他还没搞定演像这个准备杀气的大块头 思想工作做失败之后,李四决定暴力镇压 大块头战力不俗,搞定他可费了一番功夫 打晕之后,李四将大块头交给警察 之后告诉翟总,这一旦可以收工了 接下来,李四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目标家 38岁的建筑工程师鲍威尔 鲍威尔有着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他尊重妻子,他爱孩子 怎么看都是个居家好男人 看得李四都有点想欢俗了 翟总让他醒一醒 这行人干到现在,他们应该明白 人们几乎都是表里不一的 早三后,鲍威尔出门上班 李四很快黑进了他的手机 随后他发现,鲍威尔不但没有去工作 反而坐在长椅上不停地打求职电话 然而,一个简单的装修工职位都没有给他机会 原来,鲍威尔在八个月前已经失业 一场大规模的工职裁员计划让他丢了工作 他已经吃了八个月老板 早上,他告诉妻子自己的表丢了 实际上是被他拿去典当了 典当行的老板对他新拿来的东西不感兴趣 还嘲笑那是垃圾 鲍威尔差点就对他动手 翟总随后查到,他的信用卡全都被刷爆了 他妻子的那张也岌岌可危 他处在人生最低谷,极有可能做出偏激的事 李四通知翟总 他们要去鲍威尔家蹲个点了 他还提醒翟总要带个瓶子 蹲点的时候可没空上厕所 翟总的反应请刺激脑补 晚上,鲍威尔假装下班回家 在妻人面前,他又恢复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没多久,翟总就拿出一通薯片 李四以为他终于要做接地气的事了 翟总却说 他可不会吃这种含有鸡肝苏尔纳的东西 薯片桶是屡知的 用来捕捉WiFi信号效果最好 很快的,他就黑进了鲍威尔的电脑 发现他常溜览政治方面的网页 是议员德兰西的黑粉 还写过博客文章讽刺他 除此以外 他电脑里还有个加密的文件夹 似乎隐藏了什么重要信息 就在这时 一个招聘电话打了过来 中介告诉鲍威尔 他得到了一个宴会服务的工作 明天就能上岗 鲍威尔千恩万谢 看起来他的运气好了一些 但李四他们仍没有查出 机器为什么突出鲍威尔的号码 第二天 卡尔把鲍威尔的资料发给翟总 他除了几张罚单 和一张步枪申请表之外 其他档案都干干净净 不过翟总破解了 他电脑里的加密文件 发现那是一些恐吓邮件 且都借往一个地址 德兰西医院的办公室 德兰西推行的财务缩减计划 造成了裁员 让鲍威尔失了业 而他今天参加的 恰恰是德兰西参与的宴会 再加上 他才申请了步枪证 一切现象都说明 鲍威尔是来宴会 向德兰西报复的 李斯和翟总马上赶到宴会厅 鲍威尔已经进了员工室 而大厅不能够携带金属物品 李斯只有把枪丢掉 在大厅附近私处搜查 这时 翟总又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些恐吓邮件 并非是从鲍威尔的电脑段 发出去的 他们来自一个远端IP 并且经过重出加密 也就是说 有人通过鲍威尔的电脑 发出了那些信息 假装饰的做的 鲍威尔很可能被陷害了 李斯收到这个消息为时已晚 有人从远距离射杀了德兰西 而那时 鲍威尔刚好上到二楼 正准备放材质炮 杀手时机踩得非常准 当德兰西倒下时 所有人抬头看到的 只有拿着枪的鲍威尔 他理所应当 被当成了嫌疑犯 李斯赶忙去追真凶 但附近环境复杂 没多久就跟丢了 等到回到宴会现场 鲍威尔已经被警察抓走 鲍威尔被当成凶手 面临一级谋杀的严重指控 翟董菲奇说 陷害鲍威尔的人十分专业 需要入侵他的电脑 伪造浏览记录和邮件收发 但是 他的机器不会出错 鲍威尔既然不是凶犯 那就一定是被害者 也许 他本来会被杀手灭口 但是被李斯德突然出现 给打断了 这种组织办事 通常不会留活口 他们还会再派人 追杀鲍威尔 不久后 鲍威尔被FBI带到了卡杰的景区 李斯通过卡杰了解到 鲍威尔对过程一无所知 拼用他的中介公司根本不存在 他的花宝墙是别人给的 对方的身份他也不清楚 最糟的是 德莱西在被死后很快去世了 鲍威尔很快会被审判 FBI搜查了他的家 他的妻子被吓得六神无主 目前 李斯特们必须赶快找到真凶 翟总想到 他可以利用鲍威尔电脑中的木码文件 反向追踪黑客的地址 那些木码被藏在邮件里 为黑客打开一个访问端口 翟总制造了一个虚拟客户端 蓄意感染这种木码 然后进入端口追查来源 他发现 这个程序制作的十分高明 对方显然是个高手 不过 他还是成功接入了端口 并发现对方正在发送一个平面图 那时市中心的联邦法院 FBI马上会将鲍威尔压到那里 看来 黑客正在通知杀手 准备在法院对鲍威尔下手 卡界得到消息 鲍威尔的听证会就在明天 时间紧迫 李斯没有更快的办法救人 只好用他的老招数 暴力结球 撞车加上烟雾弹 李斯很快救下了鲍威尔 他来不及解释许多 只说自己是唯一知道鲍威尔无辜的人 这时翟总通知李斯 他已经找到了黑客的防火墙漏洞 马上就能获取他的位置 然而几秒钟后 翟总彻底懵逼了 这个黑客比他想得要厉害 玩了一招请进入望 反向弃入了翟总的系统 冰毒很快感染了他的电脑 以及手机 翟总来不及解释 连忙让李斯丢掉手机 用他们备用的方式联络 说完 翟总砸掉手机 舍弃了图书馆 买了一部新手机 给李斯藏身的宾馆 发了通留言 两个人再次取得联系时 翟总暂时躲在 一个大学图书馆里 他告诉李斯 目前的情况 他们必须引入一个外援 一个熟悉政绩内幕的人 而且是位女士 不久之后 我们的老朋友 摩根女士应邀前来 虽然摩根没见过翟总 但他很快猜到 翟总就是李斯背后的高人 翟总说 李斯救过摩根一次 现在他该还这个人请了 翟总想通过摩根的关系 往查清 是谁想要德兰西的命 摩根分析说 德兰西的政敌很多 但他们不会冒险这么做 杀的的人 应该不是为了政治 在担任议员之前 德兰西经营一家承报公司 这家公司 一直是他的竞选经理 麦克森的掌管 德兰西上任后 一直主张反腐败 但这家公司 却因受贿 而被递检秘密调查了几个月 几乎就要提起诉讼 而德兰西对此却一无所知 不用说 吃回扣的人就是麦克森 而他只要杀了德兰西 就能把一切罪责 推到他身上 免去牢狱之灾 他才是第一嫌疑人 接着 摩根去了德兰西的追悼会 他告诉麦克森 如果这一切的幕后主谋是他 那么 他现在需要自己的帮助 摩根承诺 帮他找到鲍威尔 这样就能解决麦克森的困境 不然他买凶杀人的事迟早传忙 当然 摩根贸然这么说 麦克森一定不会承认 不过 他出现的目的 还是为了黑进麦克森的手机 摩根打扫惊蛇之后 麦克森一定会联系那个黑客 果不其然 摩根走后没多久 麦克森就催促女黑客 赶紧除掉鲍威尔 说他承诺过搞定一切 现在却搞出一堆麻烦 女黑客不接受威胁 他告诉麦克森 自己能获取他一切资料 能透空他的银行账户 套现他的股票 把他百目大的私宅地址 发给他前妻 所以 麦克森不应该质疑他的能力 我只能说 这个黑客 低估了他的对手 宾馆里 杀手很快就追了过来 李斯与他缠斗了一番后 就带着鲍威尔逃离了那里 不久后 女黑客通知杀手 鲍威尔的位置移动到了地铁站 上了地铁李斯才发现 鲍威尔的鞋底 早就被黏上了制宗器 他们的位置 恐怕早就暴露了 鲍威尔经过一番逃亡 开始蒙上了自首的想法 他不希望 在他被杀死的时候 妻子还以为他是个凶手 李斯很理解他的感受 为了鼓励鲍威尔 他拜托卡姐 让他们夫妻通过电话 卡姐先是因为武装截囚的事 发了火 但他相信鲍威尔是无辜的 于是他借着孩子的名义 从FBI那里 暂时带走了鲍威尔妻子 给了他们几分钟时间 鲍威尔让妻子相信自己 这时他才说出了失业的事 过去几个月 他实在开不了口 刚说到这里 杀手就出现在人群中 李斯带着鲍威尔逃进卫生间 也玩了一招请军入望 终于搞定了麻烦的杀手 拿到了他的手机 掌握了主动权 不久之后 鲍威尔到警局自首 同时 贾总用这部手机跟女黑客通上了话 贾总遗憾地告诉他 他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与此同时 麦克森与女黑客的通话录音 附带着麦克森受贿的证据 一起被发到警局 FBI赶到麦克森的家 发现他已经流血遗言 畏罪自杀 这封遗书正是由女黑客起草的 鲍威尔很快被无罪释放 家门口被记者团头围住 他又开始一段更麻烦的生活了 不过 翟总名下的一家公司 恰好在纽约有个工程 他可以为鲍威尔提供一份工作 李斯称赞他很高尚 翟总却淡淡地说 他只是欣赏好人罢了 李斯问摩根 他曾说过有个人对记者说了一句话 遣散了他家门口的记者 他想知道那是句什么话 摩根·威特现场演示了一番 两人分别时 意味深长地看了对方一眼 凭这个眼神 我可以断定 他们下次见面时 必有故事发生 翟总仍没有放弃追踪女黑客 在他终于获取了对方位置时 女黑客发来一条消息 他自称维根 说麦克森的死 是他自己的懦弱造成的 更告诉翟总 他已经是自己认可的对手了 今后 大家山水又相逢 以上就是一番追踪 第一季第十三集 人际角色跟魅 露出了他销魂的背影 想要看到正脸的朋友们 请继续关注本期更新吧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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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